你好 怎麼會一起回來? 沒有, 剛巧遇上了 爸爸, 你嘴巴這麼大 我們飛進去了, 知道嗎? 不是… 哪是, 女兒耍你 叫你進房間睡, 你又不肯 就是了, 我這麼大了 用不著等我的門? 我又這樣跟你媽媽說 她不肯聽, 我就陪她一起喝去睡 我熬了湯 怕這兩種東西忘了喝 我要進去弄熱它 不用預料我, 不給大哥行了 為什麼? 我明天早上要去開會 所以要早點睡 爸爸, 快拆牙洗臉 你的口碎積還黏在最邊 媽媽, 真是耍你 早安… 再見 再見… 菇兒, 幹什麼? 很少我看她明天早上起床還這麼高興 一個人越高興就會彈彈彈彈的走 這叫快樂腳 是嗎? 你最近有沒有留意到她有什麼不妥? 妹妹我沒有留意 但我反而留意到你最近好像很不高興 我?有嗎? 我最近看見你整個嘴巴嘴臉又不出聲 其實是不是有些東西挖在心上? 是的, 你就要跟媽媽說, 不要生病 媽媽, 你信不信葉這件事? 你無仇不成父子 為什麼無緣無故問這些事? 我隨便問問而已 你還想念當年那件事嗎? 你真的有點心神仿佛, 兒子 其實那件事已經過了這麼久了 你要記住, 那件事是意外 不是你的錯, 亦不是你作的葉 怎麼會不是我的錯呢? 如果我不留意, 要喝汽水的話 爸爸不會上船就不會死了 這是天意, 如果天要你爸爸死 就算不是你叫他上船, 他也會死 為什麼那件事還放在心裡 你不放下他呢? 我也很想放下 是, 但我總是想著袁寧寺跟我說 我有個心結, 而且這個結可以解開 你別相信這些事 我本來也不相信, 你記得廖尾師嗎? 他跟我說過, 他在美國見過爸爸 他一個過目不忘的人, 他不會騙我 如果爸爸真的沒死過 就是說我們有機會找回他 哪有這種可能? 整艘船都炸得爛了 人家怎麼會沒事? 沒問題, 再說, 如果他沒事 為什麼不回來找我們? 不開心的事就不要記他 應該像電腦一樣刪除了他 袁俊就算了 再說, 你爸爸還養我們不夠嗎? 爸爸哪有養我們 他只是生意失敗, 留下一筆債給我們 或者你會覺得媽媽很無情 但是人總要向前看 怎麼可以經常在以前想多開心 我知道你爸爸很疼你 但是你不可以經常想 以前的家多開心 你就不會珍惜現在 那兒子, 如果你真的想開心 索性自己認識一個女孩子 自己組織一個幸福家庭 快點結婚生子 然後讓你抱孫吧 我是說真的 我也是說真的 不是的, 你說煮了湯, 煮了什麼湯 梁月煮粉葛 真棒, 我要大碗, 麻煩你 余師傅, 妖Sir說有事想見你 你叫進來, 坐妖Sir 福千江發葉桃已經找到了 你還有什麼想問? 你怎麼知道? 好少事是我不知道 何況事情是發生在我有份搞的 春暉園裡面 我來問化葉庭的事 黃鎮宇這麼喜歡千江化葉圖 他起個庭也叫化葉庭 但是那個化葉的葉不是樹葉的葉 而是作業的葉是嗎? 妖Sir也挺聰明的 這個就是我教黃先生起個庭的原因 正所謂前人重樹, 後人遮蔭 起個庭幫人遮風擋雨 就可以幫自己和後人積負 是, 消災化葉 黃先生這麼重視化葉 到底他有沒有跟你說過 他曾經作過什麼葉? 沒有 隱瞞對你有沒有好處? 我有什麼需要隱瞞? 要說的, 我已經說了 要幫的, 我也幫了 是, 如果妖Sir你還懷疑我 又有證據的話, 你就可以抓我 如果不是, 我還有很多客人在等 妖Sir, 你是不是還有東西想問我? 我有些私人的問題想問 查案的東西 我可以幫警方協助調查 但是如果私人的東西, 我要收錢 而且價錢也不平 沒問題 但是可惜我的預約已經排到半年之後 不過看上的東西很看緣分 我覺得我和妖Sir你很有緣分 如果你真的這麼心急 今晚吃飯的時候 我可以少許時間跟你聊聊 妖Sir, 你想問什麼? 我想問這個人 是男還是女? 男, 今年應該61歲 夠了 我先問我, 你好 我先問我, 你好嗎? 我先問你, 你好嗎? 我先問你, 你好嗎? 這件事一定是極度兇險, 狗死一生 是 雷水解的上一掛是水山軒 是一個極度兇險的掛牆 但如果不經過它, 你就無法去雷水解 這一掛的禁謠就是解詞 掛裡面有春雷大作 大地解凍, 越困難可解 有生機的意思 有生機, 就是說他還沒死 他現在在哪裡? 西南, 他是西南房 後來我去了紐約讀高校 有一天在地鐵站 我看見一個男人很像你爸爸 西南, 即是美國 沒理由, 如果他還沒死 為什麼他不回來找我? 你怎麼知道他沒找你 或者他找你的時候有點阻滯 你這麼緊張他生死 你怎麼知道他不緊張你? 就是說他找過我? 那我沒這麼說 我也是照掛像理解而已 不過正所謂心誠則靈 如果你真的誠心想找到他 就算天涯海角你也會找到 不然就算近在止赤 大家都見面不相逢 你也是想在不同的途徑 去了解更多這件事 我所說的話, 你不需要盡順 謝謝 謝謝 最新劇集《易天奇案2》 已經在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上架了 北美的觀眾還等什麼? 快點去下載這個APP來看劇吧